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那今天呢是2021年7月10号,星期六啊 今天中午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啊,标题叫 坚定信心,保持耐心 从昨天,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范一飞是在这个国家新闻办的发布会社的讲话开始 从昨天,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 是在这个国家新闻办的发布会社的讲话开始 范一飞这个讲话的全文啊 包括音视频啊,目前网上已经很多了 我没有转发啊,其实你们在抖音啊 或者说那公众号里面都可以看到的啊 包括这个 那个达摩院啊,那公众号里面 和币圈资质通鉴的公众号里面都有啊 要全面的看,不要拿片言之语的糊弄自己啊 有的人说,哎,你看范行长说了 呃,这包括私人数字货币 那是不是就承认他合法了 这,这两句话之间差得太远了 不能他嘴里说的啥都是合法的 他恰恰是不承认 啊,或者是对数字货币是讲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全面说的是啊 分成私人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啊 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私人数字货币 他总体上已经给你下结论了 第一啊,不管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 还是稳定币,目前就是投机工具啊 他会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啊 目前这些东西大多数被人用来从事洗钱等非法经济犯罪活动的工具 他还单独说稳定币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他表示担心整个都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他最后讲到是在冬奥会 冬奥会上外国朋友就有机会使用上我们的央行数字货币了 对不对 这是整个完整的意思 从这个范行长这个讲话 啊,我们上述到 这将近啊,一个半月吧 四十多天来 我们国家政策面啊 对这个虚拟货币的打击啊 就是叫打击啊 不能叫监管 因为你不是按照固有的法律来监管的啊 就是这种打击啊 整个我们官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我总结的是从博奥伦坛开始啊 我们国家官方对数字货币啊 不但延续了这么多年来一直的一个偏负面啊 的态度 而且这个打击的级别和手段都升级了啊 都升级了 全世界来看嘛 对这个虚拟 我们叫他虚拟货币吧啊 就是指的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啊 我们叫他名字先不管啊 官方现在叫他叫私人数字货币 是指的发行方这个角度 他提到私人数字货币 他对立面必然是央行数字货币啊 是那么一个表达 我们就说 被称为私人数字货币的产生以来 世界上的态度就分三种啊 一种是开放迎接的态度啊 比方说德国和日本 对吧 早在14年啊 就先后的承认啊 他是合法的啊 可以在他们境内啊 当作货币使用 或者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使用 这种国家非常少啊 还有一种就是开明的 但是又严肃监管的 最鲜明的就是美国啊 美国只是个别的州啊 目前为止 好像只有一两个州 承认 比特币的合法性 就是可以当作货币来用作日常的支付啊 这是州啊 美国叫双重架构啊 他有一个联邦一套法律啊 各州可以自己 他的各州的立法权也很大的 联邦这个层面 他是把数字货币啊 当作商品来监管 然后对部分的代币 又作为证券来监管 都是有法可依的啊 最早的 政策信号 就是最早的比特币期货啊 登陆那个美国商品交易所啊 就是属于数字货币的延伸品啊 啊 那你开发了比特币期货 那好 我们这有现成的期货管理员会 你到那去办手续 办过了就上 办不过就不上啊 是这样子的 第三种 就严厉打击的啊 严厉打击的包括 俄罗斯 印度 还有大天朝 是吧 天朝是从头到尾一直在打击的啊 但是以前呢 就停留在文件上啊 这次呢 就落实啊 而且落实的比较到位 我们现在还处于观察阶段啊 就是说火币OK 会不会被从中国把它彻底的赶出去啊 目前没有丝毫的迹象啊 火币和OK 在这次政策力度之下 仅仅是 把矿池业务啊 停止了 然后带杠杆的合约业务啊 火币是降低的杠杆啊 把原来甚至几百倍几十倍的 一律 老用户 五倍杠杆啊 你想要更高的 你跟客服去申请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谁申请过没有啊 新用户不允许开通合约啊 就这样 这个让我们直接产生的困惑 就是啊 国家的态度已经很鲜明了 对吧 很鲜明了 是要打击 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啊 那我们 我们的钱包 主营业务啊 是钱包 它是储存数字货币的 而且 他也开了自己的交易所 在目前大天朝这样的气氛之下啊 他还能开吗啊 这是大家所困惑的 加上啊 我们一直 宣传和鼓吹的啊 国际钱包啊 DCEP啊 合作 是吧 那么现在啊 有传说啊 说一个一种传说是啊 不合作了 还有一种传说是 国内推 国外啊 国内不推了 国外推啊 这两种说法 你也不知道哪一种 符合 真实情况 因为你 根本就没有去求证的渠道 对不对 很多人又 那个 又把思路搞乱了 李不清一个头绪啊 李不清头绪又 外面消息又这么多啊 消息又出奇的好 我说啊 现在有三四 至少有四个版本的消息 都告诉你会开网啊 只是 怎么开罚 各自不一啊 有说七月底开的啊 有说八月中旬的啊 有说十月份的 有说到年底的啊 之后有说补发一年收益的 有说补发三年的 有说补发三成的 有说补发六成的啊 只是在这方面啊 大家 比较困惑啊 困惑完了就直接质疑啊 究竟你还开不开啊 是吧 从理论上 理理性上就在质疑啊 再从自己的切身感受 时间这么长啊 债务危机还没解决呢 啊 有的人 觉得有部分人 就是那种全心全意的啊 全部身家所寄 全部希望所托 都在这个开网之上 那么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稍微有点风言风语 对他 情绪的影响 非常大 非常大 我觉得啊 我们要理清头绪啊 理清头绪 你不理清头绪 光靠鸡汤 那叫什么 那叫虚假的信心啊 啊 理清头绪了 想想明白了 这些事都不是事啊 是吧 就叫 莫为浮云之望也 啊 只原身在此山中 啊 理清头绪呢 我觉得出发点 很简单 叫在商言商 回归到生意的本质 那钱包归根到底 是一盘生意啊 是一盘赚钱的生意 如果啊 他是盘子啊 他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啊 他不可能天天发出那么多收益 早都崩盘了啊 这个呢 我们这两年啊 通过查数据啊 各方面啊 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啊 这只是一个超级盈利的一个平台啊 你说这个角度啊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 比如说 为什么觉得他会重开啊 对吧 我都举过例子了 这些很红火的生意啊 别人看上了 把你老 旧的老板赶走 我自己来玩啊 就这么道理啊 是吧 就这么基础逻辑啊 里面的细节太多啊 真是到现在呢 真不方便讲啊 呃 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 一个说法 很多的消息 真真假假啊 很多的细节啊 我们这两年都碎片式的跟大家讲 如果是清晰的 按照我惯常的写科研论文一样 这个观点有这些证据来证实 这个话是谁说过 那个资料是几月几日的什么网上给你登过的 这完事了啊 这完事了 给自己存找事啊 就是那句话 有些东西 你说错了 那叫涉嫌传播不实之词 叫造谣 你说错了 叫造谣啊 你说对了 那叫泄露国家机密 啊 要害就在这里啊 事情是可以说的清楚的啊 但是不适合在微信这样的场合说啊 比如说啊 那个公众号被屏蔽了啊 首先呢 我说那个叫什么立志档案馆是吧 每天把我的语音放进去 大家听的啊 大家习惯了啊 我想那个公众号不是我的啊 是我们PTE 那个谁我也不熟悉 跟我也不熟啊 他就是每天发出来 哗就给你提交上去了啊 被腾讯屏蔽就再正常不过了 现在所有涉及到数字货币的公众号都会被屏蔽的 都会被关闭的 你从新浪微博也是这么干的啊 这国家的政策啊 何况你的主要话题是一个目前已经被国家法律判为CX的啊 你的小小的几个人啊 看了人家就自生自灭 不管你 你但凡有点流量了 引起注意了 那不把你关掉才不正常的啊 关掉才是正常的啊 就讲怎么个在商延商法呢啊 首先这是一个挣钱的生意 挣钱的生意 它是在挣的是整个市场的钱啊 挣的是整个市场的钱 对吧 我们主营业务叫搬砖套利 使用的工具叫人工智能机器人啊 智能狗 对吧 就这个我们说这是他能够公开说出来的挣钱的秘密啊 其他的呃不能说啊 就是不好意思说啊 是吧 只要开包子铺的哎 我是卖羊肉包子 他是卖牛肉馅的那韭菜馅的 结果你的包子把人肉馅的啊 我们PT就是一个血肉馅的啊 我们PT是通过割市场的韭菜啊 所谓的搬砖就是割市场的韭菜啊 他这个技术啊 非常高明啊 所以盈利水平非常之高 盈利水平非常之高 他是一个会下金蛋的金鸡啊 所以他落到谁的手里 都会用他来挣更多的钱啊 所以他必然开啊 也就是说 即使国内不让搞啊 那国外呢 大市场大着呢 对不对 市场大着呢 所以这个政策根本不会影响到 开的必然性啊 丝毫不影响 大不了 是吧 就跟现在火币和OK一样啊 你别在国内去宣传 不给你提供渠道 不让国内的银行跟你 赚款 注册账户啊 是吧 你个人 你偷偷摸摸的千百块钱都不管你啊 也管不过来 也没必要管啊 但凡成规模的商业化运作啊 那就必须打击的啊 这个不影响了市场太大了啊 那么这个呢 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你说我们官方认为啊 你这个数字货币就是干投机的 影响社会稳定 破坏经济秩序了 这些东西啊 这是指的你啊 做出一定规模之后啊 那是指的啊 比特币这些东西啊 但是我们 我们是赚的比特币的钱 我们本身不是比特币 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钱包啊 这里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个 我的看法啊 你可以说啊 比特币啥也不是啊 没有政府背书啊啊 现在都是人气堆出来的 那共识啊 都是那么 靠着赚钱效应啊 可以类比什么 郁金像泡沫呀 这些 你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啊 这个啊 就说 你可以这么说 他也可以这么说 没有共识 但有一个地方 这个任谁都是有共识的 举个例子啊 币安交易所 那个币恩币 还有交易所这种东西 你说比特币 将来会那个什么 会崩盘的 啊 会被更新的技术取代的 这些东西 你可以这么说 反正现在没到那个时候 现在好着呢 但是你不能争执说 交易所不挣钱吧 是不是 交易所不断挣钱 还特别挣钱 啊 就这个道理啊 就算我这个东西是泡沫 啊 他现在没破 或者明天要破 但是我这个小泡泡 我五美金买了个泡泡 我把它十美金卖给你了 我就政府美金的差价 这种生意 啊 是健康存在的 啊 健康存在的 币安啊 火币安的火腿币啊 Bnb 我觉得啊 除了主流币之外啊 这个你如果有闲钱 这些东西值得你长期持有的 因为这种业态啊 交易所会长期存在的 交易所存在的前期 或者数字货币 它会至少在我们的小项 我们的啊 甚至我们有生之年 它都会存在的 而且会发展壮大的 这个不会因为某一个国家的政策 而把它掐死的啊 PT是干嘛呢 PT是首先是个去中心的钱包 其次是去中心的交易所 但它是 在去中心的路上 啊 发生了状况 表面上是打击c差什么什么的啊 现在我觉得大家对这问题应该两年啊 看到了吧啊 它只是中国最便于操作 而且对于操作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 如果你觉得这个平台啊 涉嫌你可以把平台捣毁啊 然后给他判个非法经营罪啊 如果是怎么怎么利啊 你涉嫌啊 侵吞公众的财产的叫诈骗啊 你按照诈骗办 为什么单独的按照c差办呢 是吧 因为c差处理的就是人啊 不是平台和财产 这个c差这种操作极其简单粗暴啊 没有给你辩论的空间都没有啊 律师都是指定的啊 这个咱们悄悄的说一下就行了 啊 就问问你啊 那pt的老板究竟是谁 我自己也没想明白啊 但是你至少想一想啊 是吧 你问一下早期的从众筹开始那些人啊 很多人见过陈伯是吧 有些人跟长根 啊 黄 黄律师啊等等那些元老啊 在一块 你就从你的认知 你觉得这东西是他们起的盘子吗 啊 对答案是先而易见 那后面是谁啊 后面大家都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啊 啊 种种传说啊 那你怎么想想原来的老板跟现在老板 有没有可能是一家呢 或者隔壁邻居呢 或者亲密战友呢 都有可能啊 咱们点到极致 这是一盘生意啊 那么后来说的合作 我说它就是加分项 合作是觉得国家可以有利用价值来合作啊 没利用价值的或是 原来你利用价值我自己搞了就不合作了 但是这不影响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意啊 是吧 本来就是很健康的生意 那么现在啊 需要 把就像一个 不说 就好比啊 一个桃子 或者新疆的 我们叫寒蜜瓜 刮上 有个小班啊 烂了一小块啊 你把它切掉 啊 把它切掉 还能吃啊 啊 就烂桃子 PT那一块不是正在切 已经切了吗啊 我目前啊 见到的判决书啊 前两天跟大家分享的啊 应该是第二批啊 第三批是5月22号那两个人的啊 因为网上公布过啊 没剖析了啊 是吧 看绝啊 把这人啊 跟PT平台切割掉 然后把这种运营方式啊 认为它不符合目前国内的法律啊 把它中止疗啊 这些都是皮毛是不是啊 啊 这些必须把它清洗干净 切割干净 还能改头换面重新上证 啊 这个过程呢 是有点漫长而已啊 是吧 如果啊 如果没有DCEP啊 如果没有DCEP 没有天称B 这些事呢 PT会不会出事呢 也是迟早会出的 迟早会出的 因为你太赚钱了 啊 太赚钱了 是吧 PT从 2018年9月 在纪州岛啊 正式的公布一中 他说4月28号开始众筹 5月1号 这是上线 上线 开头是默默无闻啊 真正是9月17号啊 那个叫做纪州岛大会 纪州岛大会 首先呢是 赵胜张罗的一个场子啊 叫做世界区块链论坛WBF啊 他站台并且啊 签约入股啊 还有另外一个叫袁正中啊 一道资本啊 赵胜叫硅谷创业资本 他至少名义上就是股东了啊 他就是项目方了 对不对 啊 当然后来赵胜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啊 说那就是假的 签约是假的 也没入金 自己就拿了90万的站台费啊 这是他一面之词啊 一面之词 但是从别的细节就很很有意思了 啊 一面之词 如果严肃一点 为什么不去侦查一下呢 就警方那判定 你这个是不是 就是摆拍了个照片 啊 那合同入股 合同入股协议都是假的 是吧 啊 有没有官方鉴定 也没有 6月8日之后 啊 还说那个在新浪微博 那个叫什么 名叫大和尚的人 他自己 披露啊 赵胜已经逃到美国去了 我给赵胜打了几次电话 他不接 吧 然后后来又隔了那么一个个把月啊 7月中旬吧 还是8月啊 不提名字啊 今天疏忽了 以后我们统一用平原军代替他啊 啊 平原军同志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啊 是人民日报的下属一个刊物的采访啊 采访上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一般湖南人干的啊 啊 那个那个外国人雷奥啊 就是过来的演员 是吧 啊 后来啊 平原军悄悄的啊 就 以前说是一直在境外啊 然后接着就辞去了呃这个交易所一般口之后 然后把这个 基督导大会站台这些所有的内容下架上面还有在18年啊19年元月份啊 新加坡WBF跟PSEX交易所形成战略合作伙伴所有的资料都下架了 啊 单方面下架了 上面声明啊 说我跟他没关系啊 我跟这个PT没关系啊 我没投资 我不是领导 都是一面之词啊 你是不是在这边都把人从跨国抓捕回来啊 在侦查阶段居然就不侦查他 他从入股以后名义上他这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了啊 经营管理了啊 那么在新加坡那照片都是铁针如山的啊 那个交易所的合作关系啊 瓦特交易所一直对外吹嘘 他们有三百多万会员什么的啊 现在也没有啊 瓦特交易所他曾经他是CEO 他早都辞去了啊 早都辞去了啊 基本上他从把这一票盖完之后 WBF的官方上面就没有啊 平安君的名字了 平安君后来呢 其实搞的那个Cloud Token也是在十月份关闭了啊 然后他就好像就成一个好像半退出状态啊 在十一月份呢 参与了一个资金盘啊 就是链金术 好我们很少人参与过啊 链金术 链金术也就三个月就就垮了啊 这个 这些大家应该没有忘记啊 这一切啊 就说明这是一个 PT啊 是一个又是 既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 又是一块 散发的诱人香气的一块肥肉啊 啊 人人都想咬一口 人人都想 具为具有啊 那么你总结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说啊 我们说的最久的一个说法就是跟央行说的货币合作啊 我们将来叫国际钱包啊 这个说法我现在都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啊 是吧 这些呢 真的是不方便说的太细啊 有些人呢 完全从自己的个人的好恶啊 但是我想提醒一句啊 我们只是一个最小最小的投资人啊 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话语权 非常被动的啊 非常被动的啊 你从来没有想过啊 这盘生意啊 你只是在里边啊 入了几个币啊 我们说 有句话叫 汤郎普禅黄雀在后 那黄雀后面还有呢 还有大黄雀呢 是不是 还有老鹰呢 是这么一个 人间是这样的啊 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构成的啊 觉得是他把你的好事破坏了 那没准有一天 你觉得是他把你的好事又完成了呢 是吧 不要去抱怨谁啊 就是一个在上员上都是生意啊 这就是一盘生意啊 生意就是利益交换啊 只要这个利益交换是在公平自愿的啊 也有些东西 这公平啊 也是在一定的层级上的公平啊 所谓的公平 是吧 你手里 这个木棍 人家拿个核弹头 有什么公平可言呢 啊 能量级别不一样啊 但是最归根到底的啊 PT是一个好的生意啊 最终他的开放啊 不会影响你的利益啊 你知道这个底线就OK了啊 时间肯定不是咱们能想象的啊 肯定不会那么快啊 但是两年过去了 一些大的事啊 已经尘埃落定了啊 我刚才停顿是因为接到一个电话啊 都是非常好的消息啊 但是我本着一贯啊 保护消息来源 一个我们也从来不是任何消息的传声筒啊 也不能脱离自己的小老百姓的角色啊 去无意中充当一些神秘力量的代言人啊 那时候自己就很可悲了 是吧 所以任何的 我听到任何事情都会经过自己的大脑的啊 不会简单的告诉大家 但是告诉结论是非常好的啊 好的啊 有些东西啊 呃 讲的太细啊 或讲太专业啊 都是影响大家沟通的 不如用老百姓 打比方的方式 比方大家最困惑的 什么时候开呀 好吧 我就问你一句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收复台湾呢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啊 这个口号老早就喊过了 现在我们新中国已经成立72年啊 马上这次实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了 海峡对岸 海峡对岸还是那样的 台湾目前还没有被统一 那就不同意了吗 啊 你去问 什么时候打台湾 你去问吧 谁告诉你啊 没有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是真的没有 我告诉你 那么有一次我看啊 说那个高铁规划 都已经规划好了 二零几几年啊 北京到台北的高铁都已经 地图都画好了啊 意思就是到那年之前 肯定也在那个什么什么的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但是你为什么不想想到那时候早都已经啊 不是到那个点了啊 今年我们高铁修到台湾 我们今天一年就把它干了 不是那么回事啊 不是那么回事啊 什么时候开完的时间节点问题 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想就行了 你纯属自己找烦恼 那你自己难受了 那真是自找啊 你连央行说错 都狭说出来 人家就告诉你 没有时间表 没有时间表 那确确实是没有时间表 那按照 事情发展 水到渠成 这么一个过程 比方说我们新疆啊 这个季节 今天7月10号啊 过了7月15号 哈密瓜就没有了啊 叫夏季的瓜 就过季了 但是你非要说是 今年怎么10号就没有了 去年20号还有呢 因为它地里长的东西 它是受太阳转动 地球转动 下不下雨 吹不吹风 综合因素 它不可能每年都是7月15号 对不对 很多东西真的不能像那个瑞士表一样 分分秒秒 米秒不差 做不到 啊 做不到 啊 我们技术已经可以 发射空间站 那的前提就是米秒不差 此时此刻这东西就到那 啊 但是 这门生意 因为决定它的因素太多太多了 啊 背景太复杂了 没有时间表 你去问纯属咨询烦恼啊 但是没有时间表 但它有个过程 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倒计时的过程 啊 比如说哎呀 你到了两年了 还在倒计时 没错呀 它是一步步往前走的呀 那我们最早的理论框架啊 三个维度 告诉你了吗 第一个维度啊 司法方面的尘埃落定 因为这个就决定到你以后才去什么方式 重新开门 才去什么方式的问题啊 那么现在已经 落了至少90%了吧 啊 我觉得落完了 有人说还有些设备工作没干的啊 这个政策的明确 政策的明确啊 啊 我悲观点 就说现在政策延续下去 不出政策 就在黑头下火的干 那很简单嘛 啊 那也不影响啊 啊 你还希望着给你发个大红花 你就做梦去吧 啊 就保持在灰色地带 啊 继续开 你继续闷 闷身挣你钱就完了 啊 你想的太多了 啊 是吧 就跟目前的 比特币享受一样待遇就行了 啊 你自己买卖没事啊 但是你搞得大了 警察叔叔 就来跟你上政治课 上班课你的钱还是你的 知道吧 这 现在就是银行把你的卡动结 就教育你啊 这个东西 不能用我们的银行啊 我们银行不给你提供的服务 你把钱提走 你 对 错 不是 你只能说点头是是是啊 钱提走 玩着换个银行再玩嘛 是吧 现在 二三十家银行呢 那六家银行你先躲开啊 你一个月提示线换个银行 换个几年 你钱也提完了啊 那时候啥情况不一定呢 是吧 你也不会为这些东西苦恼了 后一个啊 我们三个维度吗 最后一个维度是啥啊 就是最敏感的问题啊 最敏感的问题 我已经给大家 还是那个比方就是 单位换领导了 换新班子了啊 是吧 你作为公司的元老 你就悄悄的等着就行了 你如果过于积极 过于冒头 谁都会先把你踢走的 就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喝了茶 有的要喝第二遍 为什么有的人进去 有的人在外面 有的人从来就逍遥无事 有的人一喝再喝 懂事的人都懂 你不懂事 会有人帮你懂事的啊 说啊 安静 安心的吃瓜 看到了 听到了 不要乱传 乱说 不要瞎琢磨 你根本琢磨不到点上 根本琢磨不到点上 你不但琢磨不到点上 还容易碰到枪口声 如果这啊 没谱的话 不会这么两年来 不断的有人跟你 传播这些消息啊 我们说 有一种消息叫美丽的谎言 有一种呢 叫美丽的误会 有一种叫做过度乐观的预判 是吧 过度乐观的预判 很多时间点是我们自己能掐算的啊 每一次掐算的落空了 那有些呢 是他听来的 人家也希望他过得好一点啊 需要呢 告诉你八月开 八月来说 哎呀九月开 不知不觉的 让你在一种自我麻醉的状态下 过到现在 想想也挺好 因为有些人是需要安慰的 需要不断的安慰的 需要打鸡血 需要不断的打鸡血的 那怎么办 那是我们 祖传秘方 四个字 妄媒止咳 对不对 妄媒止咳 不好吗 也不能说好不好 因为你喜欢呀 成全了你 啊 主题上啊 两年没有白过 不说是你 我 我们是说的PT真没白过 他两年该过的卡 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你就稍微放放松一点啊 困难呢 客户一点 千万不要在 不要倒在黎明前吧 上个月 在上个月 我 跟现在 我就举个别的例子啊 维卡币 很多人 哎呀 我这维卡币 你看 谁买 谁买 你帮我招呼招呼 我要卖了 熬不住了 原来说一块 我像五毛也卖 五毛卖不到三毛 三毛一毛 啊 那好 上个月 维卡币啊 是吧 基本上 确认 会开了 当然现在还没开呢 信心回来了 你再去想买 买维卡币 昨天有人找到我了 哎 你以前不是很多人 卖维卡币吗 你帮我问问 五毛钱能不能买到 啊 我就问了 问了被别人 偷骂一口 呸 他想买维卡币 困难的时候 你就不问 现在知道我复活了 告诉你 不卖了 是吧 我们参照一下 你的 想到也是如此 啊 你所要付出的 无非是 把你的号养好 别让他停机了 啊 这么简单的是 其他的 保持安静 独处守信 群处守口 或从口出 啊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帆风顺的啊 这个 现在很多人确实是 还是 传统的困惑啊 就是这个债务 是吧 又到了债务危机 还不上卡呀 或者被银行逼债啊 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啊 你这 不要陷于PTA之内啊 因为PTA的人 有很多人也是 投资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啊 你可以找抖音啊 百度上 你就把你的问题啊 被法院起诉怎么办 被信用卡拉黑 征信黑了怎么办 这问题 你问一个两个 问不全面的 但是网上这种 过来人的经验之谈 特别多 该怎么办 你就学着点就行了 特别有价值 我还有一些人啊 就说 自己 我们说是啊 你挣钱 有的人啊 这个有正规生意的 有人就是B圈 我说B圈圈行情不好 炒币挣不了钱啊 挖矿呢啊 挖矿那些新矿 躲着点 什么BZD啥的啊 先看一看 因为 呃 一个前车之间 叫IPFS 你到现在进入IPFS 真是最佳时期 是吧 你越早了 多多少少 都会要么被项目放割 或者被市场割 甚至被矿商啊 有的矿商 很牛逼的 但是后来 也是都被这个市场 我要半残废啊 呃 我参与那个叫什么星际无限啊 他从技术上没有问题 是吧 太空测试都挺好的 然后他 就因为他技术上没问题 他运营方 就是这个矿商啊 都是 都技术难 你做生意 首先 对冲 对风险 做出充分的储备 他没有 啊 当时他很自豪的 因为很多矿商一开始挖矿 就出 你你都自己出指压币 我们是 我们跟你出 啊 11月15号之前呢 我跟你出啊 指压币 你不用掏钱 封装会 我也跟你出 结果谁也没料到啊 当时以太坊的gas费 直接涨了百万倍 没钱了 搞不起了 就没给你封装 然后结果拖到现在啊 这个当时那个 菲尔币涨到两百多美金 是吧 后来又现在掉到五十多美金了 gas费也下降了啊 也不用 那么多的封装 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但是公司已经拖了半残费了 你这 我估计这个在行业内很多啊 矿机是好的 可以出矿 但是因为没有钱去加速 哥德呢 加速了之后 产量是现在的十倍 但我没这个钱啊 那怎么办 他推出了服务叫联合挖矿 原来我买了两万块钱的矿机 我要达到满算力 还得加两万 我没有 你来出这两万 我们两个四六分 三七分 商量嘛 是吧 这样对于新来的矿工 你的成本也极低 风险也可控 啊 那么还有一些人 被这么折腾到现在 也觉得 啊 算了不玩了 我矿机要转让 有的是吧 转让啊 就这对于新矿工来说 啊 IPFS啊 现在 呃 也是半年多了 IPFS是目前我们国家政府唯一认可的挖矿 啊 它不是发电吗 它是硬盘挖矿啊 不耗电的 不涉及到环保的 不涉及到 你现在到别的地方开什么会啊 搞什么宣传 做什么事啊 涉及到区块量数字货币的 都是打压 唯独IPFS啊 因为它叫去中心化存储 啊 它是有币 但是它主要是做去中心化存储的 啊 所以啊 这是比较稳健的 一个挖矿项目啊 你要是想低成本的介入 啊 你可以跟这些人 啊 谁要转让矿机啊 啊 这样是不是 你跟他谈谈价钱 是吧 还有 这里边坑在哪 哪些哪些风险什么 你也就了解了 是吧 你也就避免了 或者联合挖矿啊 我出币 你出机器 联合吧 是吧 因为你 它那两万块钱 每天出零点零一个币 你再加个两万 每天出零点 一个币 出币量 你就都十倍了 你们再分这多出来的零点九个 这不就是双赢吗 对不对 你要自己就要投资 你等于一下 要四万才能开始出矿 你跟他联合吧 因为他这个程序啊 他是 好像他 他的 APP上自己 出了个程序啊 叫做联合挖矿啊 你们考虑商定啊 四六分还是三七分 然后呢 这样 就没有什么扯皮的事 我觉得这是个可以选择的啊 可以了解的 时间啊 他真是一面镜子啊 时间啊 现在已经是个长跑 大浪掏杀 我希望每个人 继续的坚持啊 保持耐心 争取 不要掉队啊 争取能成为 笑到最后的人 今天就跟同志们交流到这 还是 想说一声谢谢啊 祝大家开心愉快 再见 谢谢